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焦虑感当然来自于很多方面 主要是英国的方向是什么 将来怎么走 特别是包括英国在国际事务当中 还能够发挥多大作用 在没有欧盟支撑的情况之下 它的地位从何而来呢 所以英国的国防大臣 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讲到说 如果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当中 发挥英国的作用的话 那么英国就要配合美国 包括要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和中国的南海附近 那么这番话讲出来之后呢 就是英国本身也有很多的一些议论 然后在国际事务当中 当然英国的地位 英国的这番讲话 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至于英国是不是有可能 在南海地区 包括比如说 它所谓的在文莱 或者在新加坡 能不能建一个海军基地呢 而且如果说 真的要建海军基地的话 对南海局势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今天呢就这个话题 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事务专家 这个滕建军先生 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 魏东旭先生 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 英国提出这个方案之后 将来它怎么来实施 那么中国方面将来应该怎样应对 今年一月 英国国防大臣 加文·威廉姆森表示 英国可能在南海 加勒比海等地 建新军事基地 真正发挥全球作用 威廉姆森说 脱欧后的英国人应该更乐观 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 最了不起的时刻 我们可能在世界舞台上 扮演世界七万我们扮演的角色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 英国军舰曾多次闯入南海地区 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新年一时 英国又发出这样的声音 一系列言论和行动背后的意图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英国国防大臣 其实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提到这份话就讲了 比如说是要在加勒比海 或者在东南亚建海军基地 那么主要是要配合美国 那么我们关注的当然是在南海地区 如果它是在文莱 或者在新加坡建个所谓的海军基地的话 那当然就是南海地区 又会出现新的一些因素 其实对英国来说的话 东南亚情节一直没有磨灭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前 英国一直在这个地区存在 包括马来西亚 实际上当年的话 都是英联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二战结束以后 这些国家纷纷独立 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 这个地区存在 实际上还是我们今天都能够一席可变的 包括新加坡等国 那么这些国家实际上 跟英国互动这种来往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脱离了欧盟之后 英国显然把注意力转向了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它能够经营的 也就是说可以填补美国剩下的空当的 那就是东南亚地区 那么东南亚地区的话 刚才讲有它历史的情怀 同时这种现实的存在 也使它感觉到 美国既然在这个地区要发力 那么我来帮一把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英国的军舰 英国的编队的话 也在南海活动过 到亚太地区活动过 主要还是刷存在感 如果真的建基地来说的话 我个人感觉不太可能 毕竟一个基地消头很大的经费 同时这些国家已经是独立国家 你不可能在出让一块地 给你做一个英国的军事使用的土地 这些都不太可能 但是它可能会设置一些点 像文莱作为补给 作为一些弹药储存 就像一个招待所一样 可以进来 那么可以临时走 但是一个大基地的话 也不是不太可能 因为可能性不大 国防大臣威廉姆森讲的 说英国是个巨人 他的力量 他的地位 其实被其他的国家 甚至被自己人给矮化了 有这种想法 当然他目标当然很大 作为国防大臣 常理上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说 英国现在目前好像也不太具备 这样的实力 就是东旭你看 他的军事实力 这怎么来分布呢 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世界 一个大的 比如说你想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的话 那欧洲你要管 加勒比海你要管 南海地区你要管 你把自己当成美国了 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实力 好像不是那么充分 对 确实是这样 我认为英国国防大臣的这个说法 显得有点膨胀 那么他目前提出的计划 显然就是一个话柄冲击的计划 因为英国脱欧之后 其实英国普通的民众 和老百姓是有一种焦虑感的 脱欧之后 尤其是在没有达成协议的脱欧之后 他的GDP肯定是要下滑 那么既然说经济方面可能会出现下滑 或者说会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他就希望在军事方面去做文章 重拾所谓大英帝国的这种影响力和荣誉 从目前来看 他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 其实就是英国海军 空军想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固点 是完全不可能的 空军是不可能的 其实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首先就像刚才滕老师提到的 东南亚国家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 不可能再给他新划设这种军事基地 那么英国海军想要在东亚地区 尤其是想要在南海地区进行固点 我认为其实还是两个点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新加坡和文莱 那么新加坡 一定不可能是新建新的军事基地 因为新加坡已经没有这个地儿了 它只能会利用美国的一些轮换部署的港口 或者说一些大型港口进行 张一海军基地嘛 对 它主要是进行这种临时的停靠和补给 那么它所看中新加坡的 还是航母的停靠和部署的能力 就是美国人的核动力航母 张一海军基地可以进行一定的保障 那么未来伊丽莎白女王号 它服役之后 上面搭载了F-35舰载机之后 很可能也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巡航 彰显英国的海上力量 包括这种全球的军事的部署能力 那么亚太地区肯定是它将来一个海外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 那么想要在亚太地区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落脚点 我认为除了新加坡 它可能找不到第二个 因为文莱那个基地比较小 补给和保障能力也比较差 那么文莱呢 它可能会进行一个简单的扩建 像它的一些驱逐舰和护卫舰 在相关的这个点进行补给还可以 但是大型的航母一定是在新加坡 那么它提前的放出这个风声来 一方面是要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一个配合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想看一下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 如果说这个地区的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是一片反对声音 那可能它就要改变计划 从目前来看呢 虽然说新加坡有一定的反对声音 但是它只是说 我不可能让它新建这个军事基地 但是合作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它将来一定会来 来的应该是它的海军 来的应该是它海军的精锐力量 比如说以后伊莎白女王级航母 先进的四五级的驱逐舰 甚至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攻击型的核潜艇 那么它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在西太平洋或者说南海地区 不太可能是单独行动 可能是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进行一些联合的演习和联合的训练 去展示这种存在感 通过展示这种存在感 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另外还有一个 其实英国人的武器装备也是不错的 很多东南亚国家 有使用英制武器的一个传统 它也可以通过联合演习的一个方式 借机的去推销它的武器 推销一些比如说二手淘汰的护卫舰 或者说一些战斗机和一些导弹 可能还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当然了它也会从一定程度上 去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包括可能也会协助美国海军在南海 或者说周边海域的 这种自由航行的一个行动 那军事基地你们两位都排除了 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的 主要原因就是刚才两位提到的 一个就现在这个东亚地区的 这个国际政治环境 跟它想象的也不一样 不是那种冷战时机 你说比如说像新加坡也好 像文莱也好 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 跟中国关系都是很好的 各方面的贸易关系都非常好 为什么就冲着中国 就是跟英国给它搞一个军事基地 这个可能性政治上应该是不太合理的 就是做这个决定的话 应该是可能性很小很小 他也在跟日本谈跟韩国谈 能不能必要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东北亚地区 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冲突的时候 他还像当年这个桃源战争期间 这个也派兵派也派这个军舰过来 他现在正在运作这样一个事 因为美国队力到过来之后呢 他现在也关注这种事 那么后续英国人要不要继续发展航母 这会成为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么如果说他不在海外多艰体的军事基地 那么你造这么大的航母有什么用 同样在今年1月 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 针对南海的发言仅仅过去几天 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导弹驱逐舰 迈克坎贝尔号与英国护卫舰阿盖尔号 在中国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演 这是自2010年以来 美英军舰首次同时出现在南海 两个远隔重阳的国家 不远万里来到南海进行联合军演 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那么从整个一个英国的盘算来说的话 我想除了刷存在感更多的还是想贴的美国 是不是这样 用这种话 即便到最后落实不了 但也让美国感情到 比如说脱污之后英国是跟着美国走的 就像邱吉尔曾经讲的 就是说这个英国二战之后 邱吉尔我记得讲过这句话 他说英国现在已经是沦落了二流国家了 那如果还希望能够扮演一流国家的作用的话 那必须跟一流国家站在一起 那就跟着美国站在一起 这个是对的 因为现在美国我们看到 对他蒙古来说的话 也采取一个369等这样一个分法 它现在最核心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五眼国家 五眼同盟 那么包括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些国家的话 确实拧得越来越紧 我们看这个趋势的话 其实越来越来越强化 他们之间联系 对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的话 英国人头套暴力 是 说我跟着你干 跟着大哥 有肉吃 所以呢 他现在就开始这个 往这边靠 这个也是现实的需要 因为美国来说的话 他加强这种 这个从语言上 从这个种族上 有一定这个 我们讲有这个血缘吧 是 这种关系的这个国家 他现在在加强这个东西 但是对于日本 对韩国来说的话 你看他 特朗普说 可有可无 我不行了 我就撤军撤走了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他不但有历史情怀 还有现实的需要 对 但现实需要 你讲啊 他就是当然 就是他需要跟美国 站在一起 在这个军事上 安全上 国际事务当中 甚至在贸易上 科技上 那也要跟美国 站在一起 但是呢 就是现实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的需要 就是他也需要 跟中国进行合作 对吧 你最近这些年 你可以看到 从凯曼伦那个时候 当时访问中国之后 到现在 其实英国对中国这个贸易 各方面的合作 投资 他依然是离不开的 这也是他的需要 但是比如说南海 这个航行自由 他就是跟着美国在一起 实际上是 他就冲着他自己 最需要的国家之一去的 就也就是中国 我觉得特别涉及到 这个 他军事部署的问题 在这个其他国家 包括在美洲 中美洲 包括在这个东南亚 这个部署的东西 东西你认为说 英国就即便他在 这些国家 他 允许他搞军事基地 你说他能够发挥 那么大作用吗 过去英国可以做到 现在不可能做到这个 我认为他的这种 在战略方面 画了这么大一张饼 其实有可能是 一个烟雾弹 那么英国的 这个新任的国防大臣 他之所以提出 在远东地区 在加勒比海地区 去构建军事基地 很可能是出于军种利益 因为现在英国海军 后续的军方的利益 对 因为后续英国海军 他的这个拨款 非常的紧张 这里面设计到一个 能不能把他的 大型的航母发展之路 走下去的一个 现实问题 那么现在他把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已经造好了 而且第二艘舰 威尔士亲王号 可能也造的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 英国会不会 或者说要不要 继续发展航母 会成为未来 英国政府和军队 进行辩论的 一个集中话题 因为现在 俄罗斯海军的衰弱 就是已经是 出现了一些迹象 就是大家都看到了 唯一一艘 库子聂走步号航母 在船坞当中 维修的时候 结果被这个 维修的起重机 给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那么由于 俄罗斯海军的实力 已经远远达不到 针对美国构成威胁 或者说针对欧洲 构成实质性威胁 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后续英国人 要不要继续发展航母 这会成为 接下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么如果说 它不在海外 多建几个军事基地 那么你造成这么大的 航母有什么用 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话 其实欧洲的航母 作战力量是够用的 因为法国人 有核动力航母 意大利和西班牙 也搞这种中小型的航母 如果说英国 有一到两艘航母 其实完全够用 后续没有必要再搞 那么如果说 它没有这种海外军事基地 来作为发展航母的 一个借口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英国的很多造船厂 甚至包括一些军工企业 甚至包括海军和军方的利益 一定会受到大幅度的影响 那么直接会影响到 它未来十年 或者说二十年的 这种军事预算和军事拨款 那么现在新任的 英国的国防大臣 他上任之初 什么事还都没干呢 先说要建海外军事基地 其实就是 要把它远扬海军的 发展战略 还是要延续下去 那么你有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 你航母力量就不能太弱 两艘航母一定要保持 一定要维护 那么威尔士亲王号 原来英国海军 或者说英国的政界 有一个说法 说第二艘舰 就不要再买F35战斗机了 就直接上面全都装直升级 就变成一个两栖攻击舰 其实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省很多的钱 但是如果说有这种庞大的 或者说比较多的海外军事基地 来作为支撑 那么英国海军就有借口 去向他的国会去要钱 说你看我这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 是不是第二艘航母的舰载机 你要给我配齐 所以说他可能也体现出一些 军种的利益在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和中国的关系 我认为和中国的关系 虽然英国会配合美国 但是在于对中国的问题上 尤其是一些敏感问题上 他一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他有可能会在南海 配合美军搞一些 自由航行的一个行动 但是我相信靠近某些敏感岛礁的时候 一定是美国军舰冲在前面 英国人的军舰远远在后面跟着 他不太敢进这个十二海里 因为以前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也派出这个军舰 其实离一些南海敏感的岛礁 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可能我们连英国海军的影都没看到 他只是宣称我进行了自由航行 然后访问了几个国家 马上就回英国了 并没有过多的攻击性和挑衅性的动作 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蔡英文突然跳起来 他说欢迎英国到这个东北亚地区进行自由巡航 说了一大堆赞扬英国的这个好话 但是英国军方和英国政界并没有搭茬 这就说明他所谓的这种 在南海配合美军的行动 可能是做表面文章 你说只是做的样子 对 给美国人看 我估计他是不会进入到东海 或者说在台海有一些挑衅性的动作 这个他是不敢的 对不敢的 我觉得英国离这个东亚这么远 哪怕人在欧洲 你现在还是北约的一个重要成员国 那如果说你要替美国人 就是说这个效劳 或者讨美国人的欢喜 你在北约里面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但如果跑那么远 跑到这个中国家门口 说搞个自由航行 一方面又得罪了中国 一方面又让你感觉到你自己 就是不自量力的感觉 会不会这样子 他其实他并不这么认 我觉得他英国有这种情怀 在这个心里边 他一直想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 这是一个基本的驱动力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我想英国要在亚太地区显示存在 包括派出他的作战编队过来 包括这个建设一些军设施 或者是使用有关国家的军设施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也在跟日本谈 跟韩国谈 能不能必要的时候 比如说东北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冲突的时候 他还像当年朝鲜战争期间 也派兵派军舰过来 他现在正在运作这样一个事 因为美国注意力到过来之后 他现在也关注这个事 那么谈到中英关系 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 现在特别在经贸政治方面 应该说发展的比较稳定 你比方说人民币 首先在 十八仑敦作为海外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而且英国也看好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 因为一旦脱欧之后 他跟欧洲的一些合作 可能就会慢慢慢慢的放缓 他不一定完全停止 但是他放缓之后 他必须要有个突破口 那么他也希望把自己的伦敦 他金融街的话 搞成一个桥梁 那么假期 不单单跨大西洋 而且也跨印度洋 直接跨到亚太地区 跟中国这方面合作 应该是前景非常广阔 只不过现在 由于政治的因素 你像现在美国跟中国说三道四 就你刚才讲的 包括技术层面对我们的封锁 我觉得这都是暂时的 从长远来说的话 它挡不住中国的发展 它要发展 它要占领中国市场 必须得加强合作 它不可能跟美国一样 美国海军中央队使用的也是F-35B 包括他们还经常进行这种舰载机的 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起降 说不定以后 英国海军的航母上就混着 美国海军的舰载机 我们确实要保持关注和警惕 就是英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行动 它在背后有哪些美国因素 同时我觉得也给预外国家 也提了个醒 在这个区域的话 中国正在补齐一个短板 就是安全合作 比如说找一个临时的补给点 或者说把文莱的设施扩建一下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未来它的舰队 如果说时常的到远东进行航行 确实需要有更多的设施 对它进行保障 那么这个钱它能不能出得起 现在还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帮它出 就比如说搞一个英美合资 在文莱扩建一个军事基地 或者说另找一个国家 美国特朗普可能也不愿意出钱 来干这样的 对确实有这个可能 但是特朗普对于韩国和日本 和对于英国可能还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特朗普提出了 这个印太战略之后 他突然发现 其实特别给力的帮手 不是特别多 因为韩国和日本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很强 但是这两个国家本身就有矛盾 想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难度比较大 因为不久之前 还出现了韩国军舰 去照射日本反潜机 这么一个情况 说明这两个国家是有矛盾的 那么在印太战略当中 印度虽然它的军事实力很强 但是印度本身又有一个大国梦想 所以说它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指挥棒去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需要一些北约的力量 来到印太战略这个局当中 去对美国提供一些帮助 找来找去发现北约成员国当中 可能也只有英国一个人能过来 其他的德国和法国是不可能派军舰 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去配合你印太战略的 所以英国提出这个方式 说不定是美国先暗中打了一个招呼 就是做一个铺垫 说以后你要配合我的印太战略 所以说事先先把保证设施和补给点搞好 那么以后你军舰过来 或者说其他的军事装备过来 你自己有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完全是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 有可能 因为我突然发现英国这个地位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还是很重要 对 有这种看法 从现在来看的话 特别在南海这边 我觉得如果说美国自己搞个基地的话 可能目标非常大 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期间 它实际上要平平得手 在菲律宾搞了五个空军基地 而且在南边我们看到奥巴马期间新加坡有了很长度的发展 包括边海战斗舰也部署过去了 那么新加坡也专门给美国在张义港铺设了蹲船 就是那个西伯的一个浮动码头来扩大 而且在那个地下还搞弹药库 地下洞库搞得非常大 那么美国的PVA反潜巡逻界也经常在那个地方降落 所以在越南这边 我们看到它县港 金兰湾 它都签署了一系列 但不是这个基地设施 它是一种保障 再往西的话 泰国 所以它这一圈的话 基本上在岸上都有这个准备 到了特朗普 我觉得现在要不要在南海中间 我们前段时间发现 它在太平岛上有它这个太平岛东北一角 有一个那个有几个庄子 他们说是那个雷达警戒的一个场地 那么会不会引进美国的雷达 那么对控警戒雷达 如果说在太平岛架一座雷达的雷达站的话 那么不用美军来 实际上台军的就可以给它操作 因为现在美台之间有这种军事的共享热线 只要这个地区发现了空情 空中情况的话 那很快就传到美国的华盛顿 所以美国特朗普现在也是 那么英国现在在文莱有一个小的设施 保障设施 要不要扩大 我觉得倒有一种可能 在美国的手涌下 或者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 那么钱由美国来出 那么剑由英国人来承办 但真正使用的时候 美国人来使用 说打的旗号是英国的基地 但是真正的使用是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会不会搞成这么一个形式 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 因为美国确实想在南海 南海里边搞一些名堂 尽管它现在围着南海 搞了一圈的这种军事安排 但是如果在文莱得得手的话 或进一步扩大现在英军的一些设施的话 这是我们值得警惕 美国现在琢磨得怎么样 在南海跟我们较劲 它需要这些指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怕英国在文莱 或者新加坡有一个保障基地 而是在于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跟英国一起 打着英国的旗号 但是美国在整个操控当中 南海问题出现很多 中在这前面是英国 中心你认为 对英国这个事情要非常的关注吗 还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确实应该关注 我特别同意唐老师的观点 因为确实可能是英美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默契 或者说有一些秘密协议 包括它的一些保障设施和基地 应该是通用性非常强 大家想一想 英国海军的基地 比如说保障航母进行驻扎 或者说进行停泊的 它上面的舰载机完全是一个型号 比如说F-35B 美国海军中央队使用的也是F-35B 包括他们还经常进行这种舰载机的 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起降 说不定以后英国海军的航母上 就混着美国海军的舰载机 进行联合训练和联合演练 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的降落 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进行这种轮换部署 原来法国和美国就搞过这种 就阵风战斗机飞到美国的航母上 然后跟着美国的航母编队一起去训练 然后那么以后英国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它的保障设施 甚至包括它的航母上 可能也会出现美军的人员 或者说美军的战斗机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确实要保持关注和警惕 就是英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行动 它的背后有哪些美国因素 包括它新建的一些军事设施 或者说所谓的军事基地 会不会成为美军的耳目 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防务合作关系 越来越密切 就刚才滕老师提到了 现在对于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和主张 很多东南亚国家 它的呼应和回应并不是特别的积极 但是英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或者说这种历史渊源 可能要比美国要强很多 而且之前可能对于英国人的态度 由于它此前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显得更加的中立 有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是比较认英国的 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是比较反感 但是如果说由英国牵头去比如说租借一些港口 进行临时的停靠和补给 然后美国军舰再跟着英国军舰进 这种模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美国可能也是想利用英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去实现它某一些针对南海的一些军事意图 双方打个配合 在战略上打个配合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南海 在东南亚方向的搞军事合作 确实最近已经上了很大台阶 2012年之后我们觉得中国的高层护防 军方的高级代表团越来越多走向 在这之前 2012年之前实际上我们只重视贸易 或者是我们偏重用贸易 那么军事因为比较敏感 但是2012年特别是黄岳岛对峙之后 以及2016年的菲律宾重裁案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的军事外交上来了 我们进行多边双边演习 频繁有陆地的 有海洋的 有空中的 那么高层护防 甚至我们还帮着中南亚国家 培训一些高级军官 一些军事宴校 中国也在帮着建设 这种交流的结果就是增加了护信 这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影响 同时我觉得也给预外国家提了个醒 在这个区域的话 中国正在补齐一个短板 就是安全合作 那么过去经贸合作 我们经常讲的话 这个安全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实际上在2012年之前 我们走过这个东南亚几个国家 都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说安全上 我们绝对是靠美国 你们中国现在也不来 让你来 你不愿意来 别人到泰国 他很高级的将领就讲 他说金色眼镜蛇 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不搞了 咱们搞啊 你也不来啊 你来我们肯定给你搞 为什么不愿意 跟文来的这个高级官员一讲 你来啊 来我们就可以搞联合军事演习 我们来了 来了以后效果就是 很多人感觉到南海现在出现了稳定 当然外交是一个方面 这个咱们的外交官也做出确实巨大努力 包括这个行为准则谈判 看柯强总理前不久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也讲了 这个用几年设计达成这个框架 框架系 就是那个行为准则 这个不单单框架了 把这个行为落实到文字了 确实我们在这个安全合作方面 这种强化 应该说美国着急 英国着急